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很久之前 有个地方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大树 这里的植物 通通生高不过一米 本来天气不太热 都没什么大问题 但后来气候转变 热的时间越来越多 大家想找个透露的地方 都没有 有人提议过 在其他地方找些树过来 但是因为时间和钱的关系 都是不可行 年复一年 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 当大家觉得这个地方 做不出什么大树的时候 有个男孩 一手一脚 实践着自己的梦想 他希望种到一棵 大到可以给所有人遮蔽的树 让这里的居民 可以在阳光下 舒舒服服地呼吸新鲜的空气 他努力播种 施肥 每日悉心照顾这棵植物 还搭建在饮水里 抽大这棵树苗 很多年之后 小树变成大树 撑起了一片大大的遮蔭 还成为了一群小朋友的最脚地 他们在树荫下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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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画一下画 画出对未来的想象和愿景 不止了 棵大树 每年结出来的果实 更加造福了其他的居民 男孩的疫情感染了更多人 一起播种 淋水 施肥 种下一棵 种下一棵 又一棵 慢慢地 城市多了很多绿色植物 也令整个城市充满了生机 大家渐渐发现 自己种的不单只是树 而是一个有一个未来 眨眼 八十多年了 由一粒种子 一个盼望 到人人都可以各取所需 见证了栽培的力量 教育就好比一棵棵大树 为下一代提供一个成长的天地 亦为社会带来各种成果 有一家银行 八十八年来 默默地耕耘 衡生深信教育的力量 将资源投放在不同的机构和学院 用心灌溉每一棵树 培育社会的未来 开拓出更多学习机会 为的就是令更多人安心在大树下 充分成长 白揮所长 而令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 可以不断开花结果 永恒生长 一起看一下这群小朋友 对未来的愿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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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